不仅阵容强大 剧情也异常劲爆 就连五年不出演主角的霍建华也真情流露 他饰演的玫瑰毕业后就和学长步入了婚姻 然而谁曾想 两人对于未来的规划有所分歧 最终草草离婚 学长时不时地来家中骚扰 哥哥看到后气不过 对着渣男一顿破口大骂 然而这一切玫瑰都看在眼里 他整日将自己封闭在房间中足不出户 可这天父亲却察觉到了一场 任凭女儿被子一看近视的玩偶 结束这段感情后 玫瑰步入了新的人生 虽然身旁一直有男人簇拥 但他始终秉承一次只能爱一人 黄振华得知公司普姓男 要向妹妹表白时 找到对方一顿训话 你怎么不明白呢 女孩说不那就是拒绝的意思 你非人来跟你说呸 你才死心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说 你恋爱了 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我 玫瑰在开始创业后认识了庄国栋 虽然两人一见钟情 可心机男总是故作冷静 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他为了霸占心爱之缘 不惜限制对方自由 大家都有瞬间吗 我就不去了 为什么 这是第一次基地活动 我建议每个人都参加 庄国栋大男子主义 对于开会玫瑰跟自己唱反调 很是生气 开会就是为了讨论嘛 反正这边有不同的意思 那也不用跟话长论剑似的 争个输赢吧 玫瑰的成长之路就此开启 晚上甜瓜准时更新 我们不见不散 就在叫出玫瑰名字的一瞬间 观之之瞬间想到了什么 我一直以为玫瑰是喊花 原来是喊的人啊 周时回梦里喊他的名字 观之之在家闹了起来 势必今天一定要个解释 父母见状也很着急 怎料玫瑰认为 他们只是吃了两次饭 更成两人不光有了关系 甚至还和对方上床啊 母亲上前就是一耳光 将玫瑰关在屋中 最近都不让出门 隔天父亲叫他吃饭 怎料玫瑰早从窗户溜至大吉 与此同时 观之之来到公司找黄振华说是 同仁竟对相爱七年的女友 气质不顾 转头便带着鲜花向女大学生表白 渣男怎么也没想到 女孩一眼就看穿了她的花花肠子 二话不说就开始回怼 关姐姐陪你去食堂 陪你在自习室熬夜 陪你挤公交 陪你住地下室的时候 你不幸福吗 男人听后稍许犹豫 口口声称他们之间更像是亲人 这惹得玫瑰瞬间哭笑不得 渣男竟将一亲别恋说得如此理智气壮 他劝告对方好好珍惜关姐姐 面对渣男的死缠烂打 玫瑰做出正面回应将她拒绝 我拒绝你不是因为有顾虑 也不是因为我同情关姐姐 而是因为我不喜欢你 周世辉沮举丧着脸准备回家 静意外看到家具被搬上了车 就在她疑惑准备询问时 不料听到女友声音传入耳中 她慌乱下将鲜花丢入车底 生怕被女友看到后产生误会 关姐姐领着大包小包搬家 就算在重的行李都一人扛下 周世辉看着鱼心不忍 她本想和关姐姐好聚好散 怎料对方却一阵冷嘲热讽 挺好的 浪费七年时间认亲了一个人 总比浪费一辈子强吧 周世辉想握手一别两宽 然而芝芝却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这种心酸和无奈 想必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吧 这是两人准备结婚的新房 可现在却已人去楼空 看着两人幸福的结婚照 不知此时的她做何感想 当初关芝芝得知周世辉的事情后 找到公司一顿闹 认为玫瑰知三当三 就连同事对此八卦都议论纷纷 怎料玫瑰并没有因此慌乱 反而拉起芝芝就要去喝咖啡 她不仅表明对周世辉没有兴趣 还劝芝芝姐远离渣男 玫瑰看到对方戴的手链后 暗示周世辉当时也送过自己 可她并没有接受 玫瑰苦口婆心劝说芝芝 你不会理解的 也可能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一辈子都不会受感情的苦 然而这句话直接应征了 玫瑰日后的生活 周世辉将房子卖掉后准备回老家 临走前见了黄振华一面 声称永远忘不了玫瑰 此话一出 黄振华顿时觉着这人脑子有病 生活都过得一塌糊涂了 竟还要当纯爱战士 如果让我跟我不爱的人在一起 我宁愿待世一辈子 但是我心里永远都爱黄一眉 行 再见 玫瑰来新公司应聘 怎料前台却不小心将墨水 洒到了她的身上 她本打算去洗手间擦掉印记 可她灵机一动 竟要借身旁姐姐的丝巾 谁曾想 对方正是今天的面试官 那你就从审美的角度上 说一说艺术在生活中的运用 比如说 为什么选择带这样一条丝巾 是因为品牌还是因为设计 玫瑰对达如流 用自己掌握的学识 征服了在场所有人 她刚初出茅庐想学到更多东西 所以应聘总经理助理的职位 可她却不知道总经理是个挑剔之人 动不动还性情大变 面对新公司环境 玫瑰又会遇到怎样的际遇和挑战 小编削个甜瓜马上回来 女孩只要轻轻咬下吸管 内心的萌芽就会蠢蠢欲动 她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来公司上班 只为引起那个男人注意 然而谁曾想 他们两人分明都喜欢彼此 可眼下却都在故装淡定 静静地等着对方露出破绽 玫瑰从小被男人簇拥 让她先去表白那无异于是杀了她 可这次对方也不是臭白菜 每天在公司都能吸引大批小迷妹 玫瑰为了再次引起庄国洞注意 她只能故意在会上唱反调 我不其然 事后两人相互留了电话 就在玫瑰以为自己的爱情要开始时 却无意听到同事在炫耀 声称昨晚和庄国洞一起吃饭了 同事们顿时羡慕不已 可这些画像似刻在了玫瑰脑中 虽然两人留了电话号码 但一次也没有联系过 庄国洞可以盯着手机的玫瑰短信一整天 本以为两人谁也不主动会慢慢错过 怎料庄国洞为了与玫瑰接触 故意邀请全组人聚餐 她本想借此机会拉近彼此的关系 却差点被男同事劫足先登 庄国洞见此情形马上表态 赶忙叫服务员上瓶饮料 玫瑰的心中有所缓解 看来对方还是在乎自己的 可她下一秒就看到庄国洞在和你同事说悄悄话 心中难免有些猝疑 事后大家叫车准备散会 醉酒的同事一直贴在庄国洞身上 这让玫瑰表情稍许难看 就在这时 黄振华过来接妹妹 大家看着玫瑰上了陌生男人车 对于此事都议论纷纷 庄国洞像吃了苍蝇般难受 你那些同事不知道我是你哥吧 不知道 太好了 等着感谢我吧 就在玫瑰疑惑之时 不料下一秒就收到庄国洞发来的消息 他很想知道送玫瑰回家的是谁 可犹豫过后只发出注意安全 玫瑰不知道怎么恢复 然而哥哥竟要手把手教学 看来还是男人了解男人 什么都不回了 那就没下门了呀 点到为止 浅尝遮止 戛然而止 玫瑰声称过两天就要去上海出差 这不回复就见不到了 黄振华一听这个更好 直接战略性的失踪 刚才庄国洞看黄振华那眼神 他瞬间就明白对方把自己当情敌了 很快玫瑰来上海参加展览 他一眼就看上了眼前这台点唱机 并投下硬币点了首歌 随着音乐的律动跳了起来 同时以为玫瑰闯祸了 竟没想到对方甚是喜欢 这个展览本就是国外朋友举办的 而玫瑰却是这里第一人使用 为了纪念对方邀请留意 那咔嚓的一瞬间 玫瑰就如同画中的仙女般 庄国洞得知玫瑰出差后整日魂不守舍 两人的故事又会如何 小编削的甜瓜马上回来 这幅画好可怕 有吗 能激发人情绪的作品就是好作品 不管是不是负面情绪 给予一种恐惧的感觉 我喜欢 你叫什么 苏苏 刚才时间别那么久 都好听了 苏苏 你干嘛 我现在买不起贵的 等我以后升值加薪了 再买条好的年龄 你干嘛呢 特别享受我过她的梦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色音乐 到现在为止 你们是第一个 使用在台电奏器的人 我一定会告诉我的朋友 他会非常开心 你介不介意 在这里留给你了 好的 三 二 一 手机为什么关机 没关机 换号了 信号码都 为什么告诉你 昨天两人还恩爱缠绵 难舍难分 今天玫瑰就和庄国栋 吵了起来 然而这一幕恰巧 被苏苏看到 虽然不清楚 他们为何吵架 但他却看到 渣男嘴角笑了起来 像是在面对一个 有挑战感兴趣的事情 玫瑰出差后 收到庄国栋的关心短信 他们说清误会后 感情更进一步 就在玫瑰出差回来那天 庄国栋早已 站在门口接机了 两人发展得很是迅速 谁也安待不住 内心的冲动 可他却浑然不知 庄国栋究竟是个怎样的男人 玫瑰约会凌晨才回到家 面对哥哥的询问 他也只是轻描淡写 陪老板应酬 胡者 我就是为了这个应酬 才回来的 玫瑰脸部红心不跳 黄振华差点就信以为真了 可他并没打算放弃 隔天就要拉着妹妹 送他去上班 玫瑰开心不已 平时黄振华忙起来找不到人 看来今天是顺路去办事 他跟着玫瑰来到公司 上来就询问 前台老板在哪个房间 玫瑰想将哥哥劝回家 因为昨天他压根没去应酬 还好撞见苏苏走了过来 老板 你就是黄姨妹的老板 是 黄振华直奔主题 竟没想到苏苏对答如流 因为昨天一下飞机 就看到玫瑰和男友在一起了 想必昨晚应该发生了什么 不然黄振华 不会来公司心事问罪 是我强迫你去的吗 我自愿的 苏苏三言两语 竟把黄振华说得哑口无言 对方本想心事问罪 怎料苏苏却暗示让黄振华去看看脑子 您看见多大个人了 领带都记不着 还好意思教训别人 黄振华生亭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被女人教训 好在玫瑰将她带走 她看着脖子上的领带 现在怎么看都是歪的 一气之下不带了 玫瑰昨晚刚和庄国栋亲热完 今天两人就约在一起吃饭 就在这时 庄国栋在这里看到了母亲 对方只是眼神稍许疑惑 但没有直接说话 那女孩是什么 就问洪洪随便吃个饭 你怎么来了 玫瑰得知是阿姨后 她本想去打个招呼露个面 怎料男人说错了话 静直接惹得玫瑰很是生气 你跟他说是跟同事随便吃个饭 两人一言不合静直接不欢而散 事后庄国栋母亲来到公寓 明天她就要回巴黎了 临走前来看看儿子 对于刚才的事情她忠心劝告 玩婴的 别被婴拙了你 母亲声称儿子换女友的速度 静比她公司换模特的速度还快 最好不要学她那个不争气的父亲 该奋斗的年纪搞那些花花肠子 庄国栋来找玫瑰道歉 可玫瑰没有很快原谅对方 转身便直接离去 事后苏苏看出不对劲 庄国栋没有因为吵架变得郁闷 反而微笑觉得很有挑战 当晚庄国栋堵堵在公司楼下 两人亲密举动看得有些上头 小编削的甜瓜马上回来 玫瑰每天上班前都要在公司门口 跟男友另外一番 可俗话说得好秀恩爱分得快 果不其然 她刚准备开始工作 就被老板叫去了办公室 蒋总 您找我有事啊 我找你男朋友有事 玫瑰以为是带男友来公司的事 竟没想到老板是想利用 对方人脉资源对接业务 以前她和男友两人在一个项目组 所以工作上有往来 可现在玫瑰已经不在那了 她不想将私人感情牵扯到工作之中 老板却用眼神暗示玫瑰 让她约会时多提一提 玫瑰听后再次委婉拒绝 你以为你是谁啊 她既是你的男朋友 也是你的资源 这么聪明的姑娘怎么一谈恋爱 就变傻了呢 这点事她都不能为你做到算什么爱你 如果她都不够爱你 你谈的这个恋爱有什么价值 老天给你发了一首好牌 如果你自己打不好的话 也是有可能砸在手里留局的 老板作为过来人提醒一下 绝大数男人带来的都是副作用 很少能带来收益的那种 所以趁这个男友还有点用 要将对方牢牢抓住 玫瑰认为感情不是工作的筹码 她只想要纯粹的爱情 然而正是这种想法 从而导致了玫瑰的人生走向 这天庄国栋来接玫瑰下班 却不料被新鸡女撞到 之前她们两人还纠缠不清 现在对方竟然声称来接女友 新鸡女看着两人搂搂抱抱 顿时有种天塌下的落差 这让她若有所思 不知心中在计划着什么 庄国栋将家中钥匙给了玫瑰 两人整日在屋内腻挽 嬉戏间玫瑰自带真情流露 并用相机记录美好时光 这天黄振华准备回家时发现 玫瑰竟抱着庄国栋在亲密 上周还说失恋 这没两天就又抱在一起了 黄振华看庄国栋不爽 极力要求开车送对方回家 玫瑰暗中发消息促进两人关系 因为想过父母那一关 只能先从哥哥黄振华入手 玫瑰将哥哥的喜好和职业 告诉了男友 庄国栋得知后伪装两人秩序相投 一番言论将大舅哥惹得乐开花 黄振华通过家中介绍了个相亲对象 两人经过多日相处 黄振华稍许有些动情 当他得知小和没有进一步的想法后 心中顿时有些失落 他忘不了前男友 于是决定先瞒着父母 黄振华也是主动要求演戏 有需要他就随叫随到 可慢慢的 黄振华假戏真做 第一次来女方家中待了好酒 临走时小和要和他彻底断绝关系 咱们提供的是转眼出服务 荡气灵活 服务到位 价格优惠 连场门口的群脸爱 这是 群脸买道具也需要花钱吗 你拿着 估计黄振华和小和彻底没了缘分 不过更好磕的是 随后剧情黄振华和苏苏关系不一般 两人阴霾雅铃结缘 虽然两人一见面就对 但欢喜冤家也能产生情愫 小编削的甜瓜马上回来 干嘛呢 这我男朋友Eric 朱宫本什么名叫什么 看你不比我小几岁啊 怎么连车都没有啊 我是去年刚从国外回来 买车的事还没考虑 还亏呀 怪不得一身香水玩 要是喜欢 我送你一瓶 哎呀我可用 我就用点 Six car Six car了没听说过 辛苦辛苦 哥 我要上次做 真的这么多事啊 人俩啊 那我交人 我也打我小队 打什么位置啊 后卫 你呢 前锋啊 大哥就你这身高前锋 我怎么就不能打前锋 你也没比我高多少啊 留个电话吧 你下次打球叫我 我有个朋友要是开群切店子 下次我跟你一块去 我去还能打折 还能打折 必须的 那别吓死了 今天就去吧 现在 女孩在男友的电脑上 无意中发现 竟有一封来自国外的神秘邮件 可为了彼此之间的心愿 玫瑰并没有查看里面内容 她以为是男友 在计划两人旅游的事情 不禁想想都很是开心 马不停蹄地用电脑 做起了攻略 然而谁曾想 当晚她和男友视频聊天时 开心地将邮件事情说了出来 你看我邮件了 我是擦桌子的时候碰到了鼠标 不小心看到了新邮件的提示的标题 庄伯洞顿时有些语色 不停喝水掩饰心虚 他本想这件事晚点再告诉玫瑰 看来现在是瞒不下去了 这封邮件并不是旅游团发来的 而是国外工作录取通知 玫瑰听到后很是惊讶 他马上打开电脑 看着上面的信息顿时脸色大变 两人刚刚确认关系 竟没想到男友要抛弃自己独自出国 眼中泪水表达了玫瑰的绝望 心中的失落让他很是生气 男友不敢面对摄像头 自顾自的忙着手头事情 你给我坐下 我想看见你的脸 两人说好要百分百坦诚 可男友竟没有将出国工作的事情告诉自己 庄国栋不想放弃升职加薪的机会 坚持要去巴黎 这让玫瑰觉得对方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感情 又不是见不到面了 我们可以像现在一样视频通话呀 一地链不都这样吗 不是一地 是一国 隔着一万公里 六小时的时差 只是说话间语气中了些 庄国栋瞬间就不耐烦 并找借口挂断电话 玫瑰越想越生气 他不停地给庄国栋打电话发消息 任凭怎样都没有回复 玫瑰一直都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 受到这种冷暴力让他一时难以接受 他既委屈又生气 心中的怒火无法宣泄 只能借酒消愁愁更愁 他看着墙上两人的合照 一气之下将整瓶红酒丢在上面 事后邻居听到动静报了警 庄国栋父亲也赶了过来 他知道肯定是儿子惹的祸 赶忙声称都是误会 玫瑰不敢将此事告诉家人 还好苏苏得知此事后赶了过来 此时的他是玫瑰唯一的依靠 玫瑰声称苏苏性格奇怪 明明心中很关心人 可总是阴阳怪气 苏苏将玫瑰护送回家 并打掩护骗过对方父母 隔天庄博洞睡醒发现手机没电了 她刚换完电池 就收到大堆玫瑰发来的短信 于是她马不停蹄地从国外赶了回来 看着家中一片狼藉 顿时想起母亲说过的那句话 他赶忙去找玫瑰解释 一见面庄国洞就抱住对方 可玫瑰总是带刺的 没有特殊照顾很难恢复如初 玫瑰提出分手后便要转身离去 庄国洞没有立即追上去 而是询问玫瑰是否想清楚了 你想好了 嗯 想好了 你别后悔 看着庄国洞离去的背影 玫瑰却站在原地不知作何感想 女孩出国旅游本想品尝一下国外美食 怎料男友却敷衍了事只点了两份三明治 玫瑰顿时心里很是不爽 但碍于面子又没好意思说出口 他不惜放弃升职加薪的机会 主动来国外寻找男友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打算给男友的惊喜 竟差点就变成了惊吓 他来到男友在国外的出租屋 轻轻敲响房门后发现对方并不在 苦苦等待十一外睡着了 与此同时 庄国洞在公司受到老板批评 女上司听到后竟主动拦下责任 两人虽是上下级关系 但女上司一直对他青睐有加 之前就是两人在一起喝酒 玫瑰无意得知此事后 竟和庄国洞大闹了一番 现在两人为了弥补工作上的失误 女领导竟要去庄国洞家中探讨 可她却不知玫瑰早在门口等候了 玫瑰刚睡醒就听到庄国洞声音 像是早有预感一般 她飞奔下楼想点男友一个惊喜 不料却看到两人回家场面 庄国洞稍许惊讶 不过马上变换表情 开心的两人拥在一起转圈圈 女领导察觉自己像电灯号 上前发出声音打断二人 庄国洞介绍两人认识 这让女老板听到后失去的离去 他们刚进屋就安耐不住心中的冲动 模糊的镜头只能看清两人的轮廓 虽然巴黎的夜色很美丽 但玫瑰的心中却始终有些疑惑 那个男人为什么跟你回家 就是为了帮我改这个合同 玫瑰憧憬着两人以后的生活 却不料得知庄国洞要在国外永居 她顿时有些恼火 没有经过自己同意就决定此事 并且还想将玫瑰接到巴黎生活 她放不下手头的工作 更不想离开父母 任凭庄国洞怎么哄她开心 玫瑰始终高兴不起来 隔天庄国洞早早拉玫瑰起床 本来是请了一天假 但公司临时有事不得以下午加班 两人去附近景点走马观花 庄国洞不停用手机处理工作 这让玫瑰一时兴致全无 为了节省时间 两人只能吃快餐三明治 玫瑰在公司等庄国洞下班 看着她和同事谈笑风生 突然感到遥远又陌生 玫瑰看着屏幕上的动画 顿时感悟到两人的方向并不一样 她以为的彼此靠近 其实是擦身而过 距离产生的并不是美 而是心中的那些不安 庄国洞为补偿玫瑰 回家时买下高额的鱼子酱 以及面包 可这时母亲却打来电话 无奈之下只能带着玫瑰去赴宴 然而谁曾想 庄国洞刚向母亲介绍完玫瑰 母亲竟让儿子去给前女友打招呼 露了也来了 等一会儿过去跟她打个招 露露谁啊 女孩拿起陌生人桌上的炸鸡 蘸上番茄酱后 一口酥脆地放入嘴中 可明明非常好吃 但客人每次来却一下不动 您连着来了一个星期 每次都找我点餐 每一次都点一大桌 而且基本上不吃 玫瑰看穿了对方意图 就连男人在想什么 她都一清二楚 你啊 成功运起了我的注意 你也成功运起了我反感 我最讨厌浪费良食的 男人想邀请玫瑰喝杯咖啡 可她却暗示对方不要做无用功 比起在这里浪费食物 男人更不应该浪费时间 然而这话被身后学长 听到笑得很欣慰 玫瑰下班后搭上回学校的巴士 然而学长却无意中看到 一个穿着诡异的男人 尾随上了公交 这让她心中稍许不安 赶忙骑上自行车紧随其后 就这样方邪文 作为纯爱战士正式登场 她看着玫瑰安全走进校园后 坠坠不安的心才放了下来 自从玫瑰回国后 庄博栋再次挂断电话 导致两人分手 她来到两人曾经热恋的公寓 将自己的物品打包好丢掉 随后拿出准备好的白色墙漆 彻底粉刷掉之前自己画的玫瑰图 当初爱得有多轰轰烈烈 现在心中就有多痛 那时的红酒洒满白墙 竟和现在的墙面形成强烈反差 玫瑰在这里失声痛哭 回复了庄博栋最后一条短信后 也正是和过去说再见 玫瑰想拓宽一下自己的眼界 打算辞掉工作去上海读研 那我希望以后还能再见 再一起工作 会的 我一定会挪去争取 虽然家人和朋友都很是不舍 但玫瑰心意已决 正是踏上了去上海读研之路 她在入学报道时 恰巧被方邪文看到 那美丽的容颜 瞬间就勾走了方邪文的魂魄 她本想帮玫瑰一把 拉近下彼此之间的关系 却直接被玫瑰婉拒 强得不错 像哪个语言来着 我说你们俩 是迎新的还是水杯呢 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方邪文特意看了一下签道表 瞬间就记住了玫瑰所在的班级 她在学校也是有小迷妹 可每次都拒绝对方的邀请 看来日后三人之间 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不知他们之间会有何爱恨情仇 时间匆匆飞逝 转眼过去了一个月 玫瑰渐渐适应了单纯的校园生活 还利用业余时间在啤酒屋做兼职 并时不时地给苏苏发去邮件 汇报着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方邪文密切关注着玫瑰一举一动 为了接近心动女神 她也来到啤酒屋兼职 遇到问题及时帮玫瑰解围 这天哥哥黄振华来电 他要去法国出差 刚好能去趟巴黎 询问玫瑰有话带给庄国栋梅 玫瑰听完后哽咽了起来 他只想把那串钥匙还给对方 并告诉哥哥不要将自己的联系方式 告诉庄国栋梅 玫瑰挂断电话后 心中五味杂陈 偷偷跑到角落哭泣 然而这些都被方邪文看在眼中 她只是帮心动女神般行李 竟不料被单相思女孩意外看到 刚才两人聊天时还有说有笑 不料下一秒 却将自己晾在一边不管不顾 这让她的心中很是嫉妒 隔天胡林就在校园堵住玫瑰 并声称自己是方邪文的女朋友 面对胡林的咄咄逼问 玫瑰觉得多说无意 更何况她和方邪文之间并没有什么 我跟你说话呢 我跟方邪文认识两年了 我了解她 所以请你稍微有点边界感 离别人男朋友远一点清醒啊 玫瑰转身就要离去 不料却被胡林拉住胳膊 只是简单两个字松手 胡林却察觉到玫瑰的不简单 这压根不像是大学新生该有的淡定 方邪文带着小猫咪上楼找玫瑰 就在她想说些什么时 玫瑰转身就将房门拉上 这让她感觉莫名其妙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会终于找房子搬出去 因为宿舍没办法养小猫咪 于是方邪文谎称自己在外租的有房 可以帮忙照看一段时间 在得知玫瑰也要出来住后 她果断租下小阁楼 不惜花费亚一负六的高额租金 并且还给玫瑰说每月只要八百块 但这下可好 还没刚搬进来 玫瑰对方邪文就有些冷淡 她为了搞清楚原因 只能找到玫瑰室友询问情况 问一下黄一梅最近 你还好意思问 你女朋友胡林都找上门了 现在你都有女朋友了 你就离黄一梅远点吧 方邪文跟那二丈和尚一样摸不着头脑 她想当面跟玫瑰解释 可奈何每次自己没能把话说完 就这样方邪文 只能一直在玫瑰身后跟着 直到这天玫瑰母亲来上海 方邪文再次帮忙提行李表现了起来 她一直在楼下守着 眼看阿姨要出门买菜 她便跟随一块出门 俗话说得好 要想搞定一个人 就要从她身边的亲戚朋友入手 阿姨 我觉得黄同学对我有些误会 但我一直也没机会跟她解释 我女儿就是那个脾气 浑身是刺儿 你多包涵 慢慢就会好的 黄母对方邪文印象很好 不仅细心还会做饭 这可比玫瑰上的男友强多了 到晚玫瑰回家后 看一桌子好菜很是开心 就在女儿去洗手时 黄母却打开门叫方邪文吃饭 她听到后很是开心 带着凳子屁颠屁颠上了楼 玫瑰看到后有些疑惑 黄母却发话是自己邀请她 吃饭时方邪文解释狐灵的事情 其实她有没有女朋友 这件事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 因为她压根没想谈恋爱 家庭的不幸让她没时间想这些事情 听完方邪文的一番话后 玫瑰感到同情 事后黄母认为方邪文可以做朋友 她也不想女儿不开心 是时候从上段感情走出来 玫瑰没有说话 但心中却若有所思 她清晰能感觉到方邪文和苏苏很像 两人身上都有一种独特的自律 隔天方邪文在楼下兜兜转转 看到玫瑰下楼后赶紧出门 她没想到玫瑰竟开口说话了 两人再次回到当初的那种感觉 他们之间又将会发生什么 小编削的甜瓜马上回来